我被迫绑定了舔狗系统 追了柳如烟七年 我将柳如烟捧在手心里 舍不得他受一点委屈 可我给他做的营养餐 他毫不留情地倒进宠物狗的碗里 他说加班 手机定位却在酒店 就在我不得不跟他结婚时 我突然发现 舔狗系统 消失了 哇哦 先生 请出示您的证件 先生 对面的工作人员连续叫了几声 忍不住投来疑惑的目光 我回过神来 兴奋的连手指头都有些微微颤抖 就在拿出户口本的前一秒 我突然感受到脑子里的那股 不可抗力消失了 在我准备反复确认一番的时候 柳如烟却忽然赤笑了一声 扬声道 怎么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结婚吗 现在又在装什么 嘲讽的语气和刻意放大的声音 恨不得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逆了我一眼 眼里的冷意和厌恶几乎要溢出来 是啊 不管我为柳如烟付出多少 他都只会一如既往的嫌恶 不会有丝毫改变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确定他真的消失了 我将证件重新塞回口袋 对着工作人员平静地开口 不好意思 这会我们不接了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不想跟你结婚了 我冷静地与他对视 一字一顿道 柳如烟定定地看着我 一贯冷漠幽深的眸中 闪过了一次别的情绪 而我只想快刀斩乱麻 无意和他纠缠 转身就朝外面走去 刚出民政局 柳如烟就从后面追了出来 死死地拽住了我的手 脸色不算好看 季霄 你又在耍什么花样 我不再怜香惜玉 毫不客气地甩开了他的手 急不耐烦地开口 你是聋了吗 还是听不懂人话 我在他面前一贯逆来顺手 更是第一次 用这么恶劣的语气 对他说话 柳如烟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过了半场 他咬着牙开口 别忘了 当初可是你求着我结婚的 说着 他又举起纤细的手指 自信地扬起了精巧的下巴 我手上可是你亲手 做了三个月的婚戒 你忘了 对 柳如烟说的没错 当初我为了讨好他 光是找到他最满意的材料 就花费了整整两个月 那两个月 我不知道一个人 接连跑了多少个地方 从国内到国外 月夜找寻 疲惫不堪 找到材料后 戒指的脆货 焊接 抛光等过程 都有我亲自经手 一刻也不肯松懈 好不容易做好了婚戒 当我满怀着期待地 去向柳如烟求婚时 却看见他被另一个男人 拥在怀里 笑得开怀 那一刻 我手里捧着戒指 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整个人仿佛瞬间 被一张无形的网包裹住 心脏难受到透不过气 周围相熟的富二代们 纷纷转过头来看着我 露出了潮梦的眼神 而柳如烟瞥了我一眼 并没有放开那个男人 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他只是冷冷地开口问我 你来干什么 一句话 让我如坠冰枯 男子轻蔑的眼神 周围调侃的目光 让我想立即落荒而逃 可即便如此 什么天大的笑话 不知一声笑了出来 紧跟着周围一片哄笑声 你还当真了 他瞪大了眼睛 眼里满是令人难堪的嘲弄 拜托你用脑子想想 我可是柳家千金 怎么会嫁给你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我眨了眨酸色的眼睛 自嘲地勾着嘴角 直勾勾地盯着他 那你说喜欢我也是假的 那些都是假的 对吗 柳如烟走到我跟前 轻轻晃着手里的酒杯 不 喜欢你倒是真的 他接过我手中的戒指 随意套在了手指上 声音魅惑又凉薄 但是 我没说只喜欢你一个啊 说完 他又转身揽过那的男人 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两人的身体紧紧贴在一起 周围爆发的欢呼声 几乎要掀翻整个屋顶 在这间充满欢声笑语的屋子里 狼狈的只有我一个人 柳如烟信誓旦旦地举着婚戒 仿佛手里握着什么丑马一般 我讥讽地看了他一眼 就像他当初看我一样 你不说我都要忘了 我利落地摘下手中的戒指 毫不犹豫 扔进了一旁的下水道里 发出哐当一声轻响 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要是想要就留着吧 我手上的戒指 本来和他的是一对 戒指的内部 还刻着柳如烟名字的缩写 不过现在 这东西已经跟垃圾 没什么区别了 下一秒 一旁蹲守已久的媒体 一窝蜂地冲了上来 争先恐后地拍下了这一幕 我的动作 无疑是激怒了柳如烟 他正要发火 却被人突然从后面 拉住了胳膊 就凭他 也值得你生气 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抬起头 是周池 也是当初跟柳如烟 一同目睹我求婚的男人 他小声安抚了柳如烟几句 将他熟练地揽在怀里 随后朝我头来一个挑衅的眼神 柳如烟抬头看了眼周池 又看了一眼我 两然一笑 又恢复了那幅 骄傲自负的样子 季霄 你确定要因为一时的赌气 而错过跟我结婚的机会吗 我说过了 只给你一次机会 我能跟柳如烟结婚 还多亏了他的那些好朋友 他们之间打了赌 而柳如烟输了 作为所谓惩罚 他不得不跟我领结婚证 可笑我之前还当了真 精心筹备了一个月的婚礼 却只换来柳如烟的一句没必要 柳如烟那胸有成竹的样子 仿佛笃定了我不会拒绝他 我却自顾自地在路边等车 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毫不在乎地开口 我说了不想和你结婚 也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了 话音刚落 周围的气压明显低了下来 就算没有回头 我也知道柳如烟现在很生气 过了半场 他勾起了红唇 脸上却毫无笑意 计消 你会后悔的 我无声地笑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他 我怎么可能后悔 回到自己做的老婆小后 我收到了一条公司发来的消息 鉴于您在本公司工作期间 未能达到该岗位的工作要求 请及时前往人事办理离职手续 理由含糊不清 内容缺精短两 一看就是柳如烟的手笔 之前为了能与柳如烟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我应聘成了他的助理 我知道他工作忙 作息不规律 便每天不厌其烦地给他做饭 给他挡酒 提醒他暗时休息 可时间久了 他却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 甚至对我越发的不耐烦 一开始 他还会假装说喜欢我 利用我去帮他谈合作 为公司争取利益 后来 他发现无论怎样对我 我都会不厌其烦地追随他的时候 柳如烟装都懒得理装了 他开始想尽办法恶意地羞辱我 以此满足他的恶趣味 他将我精心熬了三个小时的牛肉羹 面部改色地倒进了宠物狗的碗里 在鱼龙混杂的酒局上 刻意暗示其他人一起给我灌酒 然后在一旁冷眼看着我喝到未出血 被送上救护车 甚至在凌晨两点打电话 让我去已经关门的公司送文件 故意让我在公司楼下等了整整一夜 把柳如烟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后 我收拾好所有的东西 回了三年未归的家 打开门的一瞬间 我妈就直直愣在了原地 过了一会儿 他才小心翼翼地开口 儿子 我没看错吧 你终于肯回来了 看着他红红的眼眶 我的鼻子突然有些发酸 妈 是我 我回来了 进了屋后 我妈立马拉着我的手一顿虚寒问满 你有没有好好休息啊 怎么感觉瘦了 肯定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 说着 我妈忍不住眼面哭了起来 行了 从我回来开始就一直一言不发的我爸 突然立声打断了他 接着 他站起来指着我就骂 放着这么大的公司不管 天天围着一个女人打转 你还敢回来 我看你是成心要气死我 我立马低头认错 爸 我知道错了 这些年为了柳如烟 我不知道惹爸妈生了多少次气 他们总是劝我放弃柳如烟 可我没有办法 只能一意孤行 因为忤逆系统的下场 不仅会搭上我自己的性命 还有 他们的 这三年以来 一靠近柳如烟我就跟中了鞋一样 忍不住的对他产生迷恋 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 清醒过来后 我强制让自己远离他 可系统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将我带到柳如烟的附近 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落入深渊 其实每次回家看到爸妈失望的表情 我比谁都要难受 所以这才在三年前搬了出去 从此也再不敢联系他们 让他们恨我 总比没了命要好 不过现在好了 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他们 想到这里 我走到父亲面前 扑通一声直直的跪了下来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爸 之前是我错了 我愿意回来帮您打理公司 再也不会去找柳如烟了 我爸的手突然顿在了空中 声音有些激动的颤抖 你 你说的是真的 我抬起头 认真的向他保证 是真的 我已经不喜欢柳如烟了 好好 我爸欣慰的连连点头 身上的怒气瞬间消失的一干二净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在我爸转过身之前 我恍然间看到他眼角 似乎闪烁着晶莹的东西 之前在柳如烟那边 大部分都是我在帮他处理工作 业务能力自然也比较熟练 我爸仅仅带了我一个月 我就已经能够独立管理公司事务了 他也渐渐闲了下来 和我妈待在家里安心仰望 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旅旅游 过上了清闲的日子 这些天为了尽快熟悉公司的人脉 我参加了不少聚会 其中有一些大型的聚会 免不了被媒体拍到几张捕风捉影的照片 不过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自然也无所谓 只是没想到 柳如烟却拿着那些照片找上了我 季霄 你什么意思 他将照片狠狠拍在我面前 我以前不是最爱看我卑躬屈膝的样子 普通的商业合作而已 柳小姐找我有事吗 我抬起眼皮镇静地看了他一眼 继续处理着手中的文件 柳如烟被我满不在乎的态度气得不行 鲜红色的支架用力敲打着桌面 似乎在发泄自己的愤恨 还在装 我开除你只是想让你服个软 没想到你却直接傍上了富婆 还进了新公司 他眉头紧锁 眼神中闪过一丝居高零下的厌恶 你到底还要不要脸 我瞬间促起了眉头 照片上这人是李总 公司的合作伙伴之一 既然要谈合作 我自然要敬人家一杯 或是因为角度原因 媒体的这张照片拍得格外刁钻 将李总的表情拍得有些奇怪 确实有些引人误会 不过这些跟柳如烟又有什么关系 我故意换上一位不明的表情 与他对视 这还不是因为你 柳如烟面上一喜 却又极力压着上阳的嘴角 故意问道 因为我 那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认同的点了点头 瞬间收起了笑容 柳小姐 我跟你很熟吗 柳如烟反应过来 一张艳丽精致的脸庞 立马黑了下来 立声道 计消你别太过分 笑死 他刚刚不会以为 我是为了让他吃醋吧 我拢起双手 冷冷地看向他 不仅私自调查我的行踪 还来公司找我的查 到底是谁过分 柳如烟知道自己不站立 只无了几下 又重新转移了话题 那又怎样 你别跟我说 那个老女人比我好 既然他这么认为 那我也懒得解释 直接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怎么不比你好 他有钱又对我体贴 比你好一千倍亿万倍 你 柳如烟气得一叶 纤细的指尖都在颤抖 就算是为了气我 你也没必要这样 作践你自己 我给了他一个 莫名其妙的眼神 谁说是为了气你 自作多情 况且 跟你在一起 才是作践自己吧 说完 我屋子上了电梯 将柳如烟 不甘心的骂声 留在了外面 虽然我极其不愿意 见到柳如烟 但有时候 和他再次狭路相逢 不过这次 柳如烟旁边 还跟着一只黑色的根屁虫 这不是那个谁吗 被富婆包养了 不嫌丢脸了 还敢出来抛头露面呢 一身黑色西装的周池 故作轻密地 揽着柳如烟的腰 阴阳怪气地开口 我毫不客气地回击 你不也帮着刘总吗 还不是出来丢人现眼吗 以前怕惹柳如烟不高兴 我只能次次忍气吞声 任由他气凌嘲讽 现在虽然柳如烟也护着他 但是无所谓 我会连带着柳如烟一起骂 果然 听到他的小白脸受委屈 柳如烟立马黑了脸 季霄 你别乱说 我和周池不是那种关系 我吃笑一声 我别乱说 难道不是他先造了我的腰 说完 我看向周池 懒散地开口 再让我听到 你这张嘴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小心我拔了你的舌头 柳如烟拉住了想动手的周池 脸色变换了几番 竟然少见得没有反驳 随后 他对周池小声说了几句话 周池转过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离开了宴会 柳如烟叹了口气 走上前来小声开口 季霄 我承认之前是我的错 我知道你讨厌周池 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 只要你不生气了 我保证以后一心一意 只跟你在一起 这下换我不耐烦了 之前柳如烟想尽了办法赶我走 恨不得让我从他身边原地消失 现在我不去烦他了 他反倒几次三番地来找我 柳如烟 你也是个聪明人 怎么就这么喜欢装容作哑呢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喜欢你了 你这么纠缠不清有意思吗 爷柳树我的言辞太激烈 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中竟然染上了几分委屈 我都给你道歉了 你还要怎样 难道你真喜欢伤大的老女人了 这时柳如烟口中的老女人 朝这边走了过来 笑容满面地朝我打招呼 季总 啊 刘总也在啊 柳如烟压下怒气 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向他点头示意 李总向我举了举杯 小季啊 上次我们谈的事情 很乐意跟李总合作 我微笑着回了他一杯 李总顿时喜笑颜开 满意的不得了 非说要帮我的忙 听说你最近在拉投资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投资的人选我心里有数 刚想回绝他时 柳如烟忽然挡在我身前 面色不善地对李总假笑着 就不用李总操心了 我刚刚已经给季总介绍了不少 他一时半会儿怕是不需要了 说完 他招了招手 让一旁的助理 请了公司最重量级的几个合作方过来 看到熟悉的面孔 柳如烟连忙伸出手去迎接 他们却一个个越过他 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 听说你小子最近跳槽到城市了 那我们必须来支持一下你 是啊是啊 当初要不是你陪我这个老头子 喝了那么多酒 我根本不会签纳合作协议 说实话 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里面 还是你最合我心意 柳如烟瞬间僵在了原地 一双手收也不是 不收也不是 当初柳如烟为了让我知难而退 故意让我一个人去谈合作 连个助理都不留待 我一个人面对这些老狐狸 不知道吃了多少问亏 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柳如烟以为他们愿意合作 是因为他的公司 可事实上有一大半的合作 都是我费尽了心机才争取到的 我大大方方的举起酒杯 与各位老总相谈甚欢 柳如烟就这样被冷落在了一旁 李总见状 不禁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好啊 不愧是老成的儿子 听到这话 柳如烟脸色陡然一白 城市集团是你家的 那你怎么性计 他的眼神错愕不已 仿佛白天见了鬼 我忍不住翻了的白眼 少见多怪 我跟我妈性不行了 所以 你之前为了我跟家里闹翻 竟然连这么大个公司都不要了 柳如烟突然开口问道 他盯着我的眼睛 眼眶略微有些泛红 像是心疼又像是后悔 就连一项冰冷作傲的声音 此时都变得有些沙哑 我忍不住讥讽一笑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傻了 虽然之前我不常露面 但只要稍微一查 就能知晓我的身份 只是有些人从来没有用过心罢了 柳如烟动了动嘴 眼泪突然遏制不住的往外流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我以为你跟他们一样 是为了我的钱 行了 我拧着没打断了他 不管你误会了什么 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说完 我继续转过身跟其他人攀谈 柳如烟却如同疯了一般 突然抓住我的手腕 你要拉投资 我可以给你 我一把拉开他的手 语气冷落冰霜 不用了城市还没有和贵公司合作的意愿 请柳小姐离开 不要耽误我的其他合作 柳如烟的面色瞬间苍白到了极致 连肩膀都不禁微微颤抖起来 他的眼底已经变得一片通红 可是却固执地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将那些酸色强压了下去 缓缓转过了身朝门口走去 再没有平常的半分冷眼之色 你和刘总 一旁的合作人见状 担忧的眼神在我们二人之间群循 我看着他的背影 故意拔高了点声音 如你们所见 我们已经彻底没可能了 柳如烟离开的身影微微一顿 随后加快了离开的脚步 自那以后 柳如烟整个人仿佛转了性子 三天两头往我公司跑 不是虚寒问暖就是送东西 当然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 并且认真嘱咐保安柳如烟与狗 不得入内 可他还是每天雷打不动地来 进不来就一直站在楼下 等到天黑再走 柳如烟那些圈子里的朋友都在笑他 他也毫不在意 差不多一个月后 助理一脸为难地走了进来 告诉我柳如烟又来了 我用食指敲了敲桌子 不耐之急 我没告诉过你吗 不搭理他就行了 以后这种事情不用跟我说 助理却摆了白手 直直乌乌地开口 这次不一样 柳小姐从昨天晚上一直站到现在 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他还说 你不肯见他 他就不走了 我也是怕闹出人命 才来跟您汇报 好啊 看来柳如烟是在威胁我 不得不说 他成功了 作为公司的管理者 我确实很怕这种事情发生 一见到我 柳如烟的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凌乱的发丝 眼下的清黑 也依然掩盖不住艳丽的面容 季霄 我以前真的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他从不远处小跑过来望着我 语气近乎乞求 你站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我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要走 柳如烟举连忙铺上来 拉住了我的一脚 别走 以前你总是给我做营养餐吃 这次换我来为你做 说着 他缓缓拿出身后的保温筒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我冷漠地回绝了他 不劳柳小姐操心 我有饭吃 柳如烟却不肯罢休 坚持拉着我不放 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做饭 你就吃一口 好不好 算我求你了 他紧紧盯着我 眼里的泪反射着细碎的光 周围有不少来来往往的员工 纷纷朝这边投来好奇的目光 僵持之下 我只能接过了他手里的保温筒 在打开盖子看清饭菜的那一刻 我刚刚舒展的眉头又重新皱了起来 举着筷子迟迟没有下去 我的表情成功引起了助理的注意 他飞速靠过来看了一眼 随即惊呼出声 这是假鱼还有 现果 柳小姐 你这是要害死我们纪总吗 柳如烟争了争 眼里露出了少有的迷茫 助理一边帮我把保温筒里面的东西倒掉 一边解释 这两种食物相克 放在一起吃可是会中毒的 柳如烟飞快看了我一眼 立马慌了神 对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以为那就是普通的菜 我捏了捏眉心 疲惫的摆了摆手 报警吧 刹那间 柳如烟瞳孔微缩 不可置信的望向我 纪销 你 怎么能这么对我 从前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情 你都会原谅我的 为什么这次 他没有继续再说下去 只是声音有些哽咽 我偏过头 不愿再与他对视 没人会任劳任怨地包容你一辈子 况且你比我吃着有毒的东西 跟谋杀又有什么区别 即便报警也在正常不过了吧 可你明明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 只是想给你炖汤补身子 我都是为了你好 柳如烟眼里含着眼泪 为自己极力辩解 我轻笑一声 忍不住指着他大声质问 为我好 我们认识整整七年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 你自己能找出来吗 霍柳氏戳到了柳如烟的痛点 他没有再说话 但一直憋着的情绪 此时此刻再也控制不住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平日李高傲的脸上满是懊悔 警察来得很快 立马问清楚了情况 临走前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 仿佛悲伤到了骨子里 自此之后 他倒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再来烦我 公司在我的管理之下 也在逐渐蒸蒸日上 离开柳如烟后 我又重新有了时间 和以前的那些朋友联系起来 肖哥 将明星开了个场子 让我们先去给他长长眼 我扫了一眼电脑屏幕 工作倒是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行啊 发地址 之前为了陪柳如烟 我硬生生将所有人 从我的生活里剔除 直到只剩下他一个人 爸妈反对我追着他跑 我就离开了公司货架 他说不喜欢我的那些狐朋狗友 我便不再和他们来往 我竭尽全力改变自己 只想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可惜 柳如烟从来没有珍惜过我的付出 夜色越来越浓 整个会场的空气中 都弥漫着醉人的微醺感 霓虹错落的光线 切割着众人的视线 灯光恍惚 音乐劲爆令人欢唱 红酒妖媚蜜 人 酒精麻痹神经 醉生梦死不过如此 我坐在角落里喝了一口威士忌 突然听到身边好友们的讨论声 这不就是之前跟着柳如烟的 那个小白脸吗 又没钱又没学历的 听说柳如烟不要他了 现在就只能当个小服务生 哈哈哈哈 哎 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 人家起码还长得好看 保不起晚上还在做什么兼职呢 话音刚落 整个包间轰笑声四起 我抬起头 这才发现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服务生 竟然是周池 在一片轰笑声下 周池渐渐攥紧了手指 身体微颤 满脸都是狼狈 他显然也看见了我 紧紧抿着下唇 狠狠地瞪着我 握着托盘的手背 轻轻突起 却不敢有任何动作 一旁的好友留意到周池的眼神 立马不乐意了 他们一个个 从小就是顽固公子哥 哪受过这种委屈啊 下一秒 他故意指着周池 嚣张喊道 还处着干嘛 快过来 给肖哥倒杯酒 周池绷着脸 缓缓走到我面前 拿起酒瓶开始倒酒 只是他在弯腰的一瞬间 大片的液体 快速倾倒了下来 一件洁白的衬衫 瞬间被染上了 暗红色的酒渍 冰凉又黏腻的感觉 让人不是到了极致 就如同眼前的周池一般 对不起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他虽然在低着头 向我道歉 眼里却透露出了 一丝恶劣的光 几个好友气不过 马上站起来 推散了周池几下 周池没有还手 只是咬着牙 无力的威胁几句 你们干什么 再敢动手试试 再动手我就报警了 这句话一出 周围又是一片哄响 我冷冷盯着他 面无表情的站起身来 飞快的给了他脸上一拳 由于速度太快 周池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他瞬间碰的一声 倒在了地上 颤颤巍巍地爬起来 准备去拿兜里的手机 我眯了眯眼睛 冷笑一声 你凭什么以为 还能压在我头上 说完 一旁的好友 抢先一步 夺过他的手机 扔在地上狠狠碾了几下 屏幕被碾得粉碎 周池终于露出了绝望的眼神 我并不是什么大善人 恰恰相反 我这个人牙子必爆 如果有人先招惹了我 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 周池捂着脑袋 后退了几步 眼里流露出一丝恐惧 后退着 语无伦次地想向我求饶 酒屏即将落下之时 口袋里的手机 却突然震动了起来 打开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但是为了不耽误工作 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继销 电话里面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 似乎还带着哭腔 我不耐烦地想要挂电话 对方却未卜先之事的出声阻止我 等等 先别挂 见我没有反应 柳如烟连忙开口 我出车祸了 现在在医院 你能不能 来看看我 听完 我毫不犹豫挂断了电话 车祸这种借口 还真是老掉牙了 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个陌生号码 打了过来 我以为又是柳如烟 没想到对面传来的是 一道交集的男生 季先生你好 我是海市中心医院的医生 现在柳小姐的左腿被车撞伤 急需进行手术 不然很可能面临节肢的风险 但是他说 一定要见到您才肯进手术室 请问您能否马上赶过来 我赶到医院时 柳如烟正躺在床上 悠哉悠哉的吃着水果 那模样 一点也不像刚出了车祸的样子 他看到我 立马坐了起来 满眼欢喜 季萧 你来了 你担心我受伤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是不是 他喜滋滋的看着我 眼睛里全是期待 我沉默的看着他 缓缓摇了摇头 眼底只剩下失望 没想到柳如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连这种谎言都可以编造 这是最后一次 留下这句话 我毫不留情的转过身 准备离开 柳如烟却突然跑下了床 从背后紧紧抱住了我 他颤抖着嗓音 哭得气不成声 真的 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 椅子一顿 不能走出房间的那一刻 我仿佛在转角处 看到了一道很像周时的身影 但是仔细一看 很快又消失不见了 再次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已经是在某个小有名气新闻网的头条上 当家人闭门不出 柳氏一落千丈 传闻柳如烟一夜之间变得消沉至极 整日整夜窝在家里 谁也不见 就连窗帘多拉得死死的 狗仔更是拍不到半张照片 他甚至不再出席各大宴会和酒局 整个人就好像销声匿迹了一半 与柳如烟恰恰相反 我的几个大项目越做越好 最近还拓展了新业务和市场 公司简直是顺风顺水 无往不利 那天 我像往常一样谈完合作 从饭店出来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助理还在跟合作方对接剩下的事宜 我便独自先去了停车场 刚走了不远 一声清脆的声响过后 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我紧觉得环顾了四周 除了我没有任何人 这应该是停车场的灯出了故障 我拿出车钥匙 确定了车的方位之后 准备摸索着朝那边过去 几秒后 身后突然一股冷风袭来 我转过身 伴随着金属刮擦和撕裂的声音 一辆汽车迎面及时而来 时间仿佛在此刻被禁止 黄眼的车灯下 我看到了周池那张猙獰的面孔 是 刹 刹尔的刹车因过后 我才后知后觉发现 自己被推倒在了一旁 刚刚 是有人救了我 我连忙撑着身体起身 报了警 叫了救护车 发现周池竟然自己 也昏迷在了驾驶座上 这样杀敌一千 损几八百的事情 他竟然也做得出来 车的前端已经被撞得变了形 上面沾着大量鲜红的血迹 而替我倒在那个位置的 竟然是柳如烟 柳如烟遭受强烈的撞击 内脏全部破裂出血 当场身亡 而周池因为故意杀人 被送进了监狱 判处无期徒刑 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隔着厚厚的玻璃 可他还是那副 不知悔改的样子 继笑 你凭什么跟我争 尘埃就是尘埃 只配被踩在脚底下 你凭什么就能一步站上云端 凭什么轻而易举 就能得到柳如烟的偏爱 他凭什么选你 而不是选我 我付出的一点都不比你少 可为什么到头来 还是什么都没有 周池的声音越来越大 神态越来越癫狂 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 那的银着 我悲悯地看着他 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人的出身由天意决定 可其他的并非无法改变 如果只知道极度别人 那永远也无法看到 自己所拥有的 更不知道去珍惜 完结